Dietro Hello 我是蘋果爹 開始以前一樣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今天我們就要講這個充電盒 先前我有介紹過這兩款 一個A100 一個A100P 就是專門給Apple Watch用的充電盒 然後今年他們有幾個重大的更新 因為很多人問我 所以我就想拍一支影片 快速介紹給大家 讓大家知道一下它的更新在哪裡 OK 那我們先從A100開始 A100就是它後面有多一個 可以讓你變成一個行動電源的一個充電盒 OK 那我們先講A100 那先前一個大家抱怨的就是說 它裡面的殼的模組 只能給Apple Watch一代跟四代用 因為後面充電線USB端的問題 如果你有看我先前的影片的話 你會知道說就是 Apple Watch Series 5 第五代的話 它USB端這個接線的地方變比較寬 所以就沒有辦法用在這個模組上面 那很多人還是想要用 所以廠商現在推出一個模組 就是讓你可以用在A100上面 那所以現在開始 如果你買新的A100 就是他們現在今年出貨的A100 裡面就會直接配這個可以給第五代用的模組 OK 所以如果你的Apple Watch是第五代 然後你又想要用A100的話 那你就可以直接跟他們購買A100 裡面就會直接配上這個模組 如果你是先前已經購買的人 他們這個模組再來也會分開販售 所以就是說你可能先前已經買了 那你可能還沒有Series 5 那你就繼續用 那如果你再來要升級到Series 5的話 那可以再跟他們另外購買這個模組 好像一百多塊 我不太確定可以再問問看他們 OK 那如果你有舊的就是一樣可以直接裝上去 沒有問題 一樣的模組 OK 好那第二個就是A100P的部分 A100P就是我先前有介紹比較小的這一款 那它後面就沒有再多一個行動電源輸出的部分 OK 可是它整體的尺寸就是比較小 那這個有什麼更新呢 就是 第一個就是 現在多了兩個顏色 一個是 Tiffany藍 女生可能會很喜歡 然後還有就是白色 可能很多人也在問白色 那現在這個A100P有 那多了兩個顏色 那黑色當然還是有 那第二個重大的更新就是 先前有很多人在抱怨就是 它後面充電 輸入的地方是micro USB 像A100一樣 這樣子 他們希望可以變成USB-C 那現在A100P的後面就變成USB-C 所以先前幾個大家最大的抱怨 現在都解決了 可是這個就只有在A100P的部分 那目前你跟廠商如果訂購新的A100P 不管黑色白色 或是這個 Tiffany藍 後面都會是USB-C的輸入充電孔 OK 好 那就這幾個重大的更新想跟大家知道一下 因為有很多人一直傳訊息來問我說 欸多了兩個顏色後面又是USB-C 是不是仿冒了 其實不是這個就是他們今年的更新 然後廠商也很快聯絡我 讓我知道 所以有這個提供Sample可以讓你們看得到 OK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 然後記得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 我是Ben Goldy 我們下支影片見 Bye